講起讀書,可能你會想起 悶這個字 經常都會聽到有人說 不是有人會喜歡讀書嗎? 或者你都覺得香港的小朋友 是飽受著9、12、甚至十幾年的節目 可能你就是其中一位 但首先,為什麼讀書這麼悶呢? 填鴨式教育是由一個著名蘇聯教育家伊安凱洛夫提出 填鴨的意思是鴨仔在自養的過程中 養鴨人用含糖量高的柱狀治療 塞入鴨仔嘴裡,令到他們快速增肥 填鴨式教育的主要目的是 訓練學生成為考試機器,拿高分 其實小時候我們已經聽了很多 中國古代的寒窗苦毒,作迫偷光 原諒刺骨,廢陣亡餐這些中國古代的成語 全部都是鼓勵別人,黑苦努力就會出人頭地 其實模型中都令到我們覺得讀書就等於苦 但其實讀書是否一定是苦差呢? 為什麼我們要經常潛現文化,覺得讀書就是苦呢? 香港大學在2020年做了一個研究 他們在本港的大學生做了一個實驗 他們分成三組,讓他們看課堂的影片 第一組的題目是寫著被評為最沉悶的課堂 第二組是正常的影片,一個正常的標題 而第三組寫著被評為最有趣的課堂 完了之後,研究人員都被這些學生填文卷 問他們覺得課堂是否有趣 結果大家都猜到,標題寫著最有趣的課堂 那些學生都會自然覺得課堂更有趣 這個研究是拿了不可思議研究連鑑主辦的搞笑諾富爾獎 但其實這個研究一點都不搞笑 其實我們要先去平氣了以前我們在很多潛現物化之中 讀書是苦的概念 我們先可以再想一下,究竟讀書怎樣更有趣 好,姑且我們不覺得讀書好苦 那我們怎樣令我們覺得讀書更有趣呢? 外國的心理學家對學生怎樣去面對沉悶 就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歸納了我們怎樣去面對讀書沉悶的問題 就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取向就是一個認知取向 Cognitive approach 這個取向就是讓學生自己去反思 就是為什麼他讀書是悶的 以及他更生自己的Internal motive 改變他的認知 和他自己說為什麼讀書是重要的 從他認知由內到外去改變讀書的動力 第二個就是一個叫做行為主義的取向 Behavioral approach 如果學生覺得課堂很無聊 他就可以舉手 然後跟老師說 可否有一個更有趣的影片 或者可能覺得這個讀書方法很悶 可否轉換另一個讀書方法 這個是從當他覺得悶的時候 改變一下他的行為 令他覺得沒那麼悶 第三個就是一個迴避取向 avoidance approach 就是當我們覺得讀書很悶 我們先去放下這個塵門的東西 我們先做其他東西 我們覺得有趣的東西 可能去玩 然後休息完之後 我們再回來繼續讀書 研究和演示最有效的就是第一種方法 認知取向 cognitive approach 這個方法才可以長遠地改善讀書的動力 其次就是behavioral approach 就是行為主義取向 最無效的就是avoidance approach 一個回避取向 就是當我們短暫去解決了眼前塵門的問題 其實都不會改變了我們內在的動力 所以當我們覺得讀書很悶 覺得你手上的東西 已經不再interest到你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嘗試一下 坐下靜靜地去反思 去整理 為什麼自己覺得讀書塵門呢 或者你可以去問一下 為什麼我這麼討厭讀書的呢 究竟你討厭讀書是因為 你每天要準時交功課 令到你熬夜 又不能打遊戲 還是討厭這個教育制度 這個求學求分數的遊戲規則 還是你討厭被迫去讀書 而不是你自願讀書這個本質呢 如果你們是以上這些例子的時候 可能你們不是真的討厭讀書的 你們可能只不過是 將了不開心的情緒 投放在讀書身上 其實我們享受這個過程 都是一個選擇 如果你星期一要考試 你星期六日的假期 你確定不能玩 你一定要讀書 你可以選擇 覺得很辛苦 那個假期 簡直是苦差 令到你又不能玩 情緒又低落 或者你可以選擇去享受那個過程 享受學習的樂趣 這個真的是一個選擇 好了 我們覺得讀書不苦 我們覺得他挺有趣 我們覺得我們可以自己用自身的方法 令到他選擇他 令到他更有趣 那怎麼做呢 或者你可能都問過這一個問題 我們去街市 都是用加和減的 成和除都不會用的 為什麼我們要學微積分 平時我們溝通講話 都是用廣東話的 寫東西最多用書面語 為什麼我們要學文言文 先不要理會 究竟街市會不會用到微積分 這個問題其實反映了 我們很渴望 我們將我們的所學 可以去應用到在日常生活上面 換言之 其實我們如果去嘗試去想一下 我們所學的東西 怎麼可以應用到出來 其實是會幫助我們 令到那些東西更有趣 從小到大我也很喜歡科學 因為科學其實就是 解釋著這個世界是怎麼運作 解釋著我們日常生活 很多很多不同的現象 所以其實很多的例子 都可以證明到 這些是常生活可以應用得到的 為什麼平時我們會看到 行雷、閃電、下雨 這些不同的自然現象呢? 一部小題及不同的弦 為什麼會發出不同的音呢? 一個洗衣機 又是怎麼運作的呢? 其實都可以證明得到 生活上面可以應用到科學的例子 是真的無處不在 只不過是看看 你會不會細心地去留意得到 其實這個都是我喜歡同意的原因 因為我們學的東西 很多都真的可以應用出來 我記得我爸爸在小時候 他都是港大畢業的 他經常跟我說 以前他讀港大的時候 那些教授跟他說 他們所學的東西 只有5%出來工作 是可以用得到的 誰知道他出來做事發現 其實可以真的用得到的東西 是少於1%的 很多科目 其實我們大學所學的 都是一些大學教授 研究的一些學術內容 未必是真的能夠應用到 在日常生活身上 就算是一些能夠應用的東西 也未必是真的那麼有關係 但是醫科不同 因為醫科很多的研究 都是一些臨床的研究 例如那些藥 可以幫助病人 所以其實我們所學的東西 是真的很有關係 所以我每天去讀書的時候 我都會提醒自己 其實我今天讀的東西 都是幫助我日後的病人 最近就有盲腸炎 做過手術 在醫院住了一個星期 那我就發現 其實讀醫是真的很有用的 那些醫學知識 先不要說 可不可以幫助我 可不可以自救 但是呢 我可以知道自己的病情 我可以明白到 醫生跟我解釋的東西 身邊的人可能都會病 譬如家人 當他們病的時候 你可以解釋給他們聽 他們的病的原因是什麼 究竟他們的病情是怎樣 那可能都會令到 我們沒有那麼擔心 所以其實讀醫 是真的可以 好將那些東西 可以應用出來 中學的時候 因為我有讀醫這個目標 我就覺得其實 我現在讀的很多東西 我將來讀大學 都可以用得到 現在都是一個基礎 特別可能是擺阿 是最直接有關係的 因為都是讀人體的東西 但是其他科目 就算是科學 或者是英文 其實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基石 令到我們可以是 我們進一步 他們去到一個 Hersery Education的時候 是真的可以用得到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去 放軟一些目光 去想其實可能將來 有機會可以用得到的指食 譬如街市可能真的用不到微積分的 但是如果將來在精算 金融 或者是工程 這些科目 其實都可能真的用到 就是微積分 或者用到一些更複雜的數學 可以怎樣 好了 就算真的有些東西 是用不到的 可能世界上 有些很奇怪的知識 其實未必真的用得到 但是根據哈佛大學 念資科學家 Elizabeth Bonnewitz 她指出 其實好奇心是預生俱來的 每個人出生 就好像會肚餓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個本能 去知道世界上發生的事 是什麼 無論是人體結構 天文地理 世界的歷史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個 打從心底 很想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還有精神 你可以試一下回想一下 你還是嬰兒的時候 或者很小時候 你完全不知道 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很多事都解不通 其實那時候 求之獄 其實是佔了很大的 可能你經常問你媽媽 這是什麼 為什麼會發生 其實我們大過了 為什麼我們不再問 為什麼這個問題 我們身處在香港 讀書壓力當然是大 在這個填鴨式教育制度下 我們被人壓榨 如果你明天真的要考試 你今天當然要用盡力的方法去溫習 但是你考完事 其實當你有時間去發掘 那個求之獄的時候 其實你再去用不同的角度 去看看你現在學的東西 比如你看一下 以前那些古人很搞笑的 那些對話 在講那些什麼 子之如安之如之樂 那些對話 或者是 英文 那些 Shakespeare 以前那些故事 可能這樣你會有另一番的體會 大家也可以用上一集去分享那些提升動力的方法 例如可以看自己喜歡看的書 或者去看一些YouTube影片 去產生多些對這個世界的好奇 或者不是 你們也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影片 都會有幫助的 謝謝大家 那這條影片就去到這裡 那麼多了 再見